以前我感觉一直很对不起她 可那时候确实身不由己 时间过这么多年了 我发现我真的忘不了她 我从来没有想过再跟她见面 自从我离开了那个城市之后 我就下定决心要忘记她 两年前 夏兴从深圳回到成都 过着平静的生活 可如今 那个早已从她生活中消失的男人 也来到了这座城市 你看我都快40岁的人了对吧 我又不需要去追求什么 太多的东西了 我就希望跟她就在这里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她凭什么又要闯进我的生活 还整天跟我说要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我不想跟她重新开始 我只想求你们 让她放过我 以前我觉得我跟她是相见恨晚 真的 但是现在不用了 我希望她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地再爱她一次 亲生 陈昊 她的诉求是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再爱你一次 欢迎两位亲宿人 欢迎 陈昊 夏兴 说说看压力在哪里 我主要是想把 我失去的女朋友找回来 而且她离开我都两年了 我拜托你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真的 我一点都不想再见到你 我为什么不找你 你是我女朋友 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那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是现在 我现在生活得很好 我生活得很平静 你凭什么又来闯进我的生活 但是你在我的心里 一直都是我的女朋友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这不能单相思 现在没有单相思 她不是站在我面前了吗 没想你啊人家 她没想我可以想她吗 我今天来的肯定就是 要把这个单相思变成双相思 不可能的 我们不会有以后的 为什么呢 她特别霸道 而且很专制 她会很细致很细致地盘问你 这几天你跟谁见面了 做了些什么 跟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我完全感觉 我就像一个犯人一样 在被她审问 就是这样子的 我这些都是关心你的表情 你关心我 你关心我 差点把我的朋友都关心没了 怎么可能说 把你的朋友都关心没了 那天下午 我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 我一个很普通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 结果你呢 聊了还不到十分钟 才十分钟 起码半个小时好不好 没有十分钟 你就把电话抢过去了 就跟对方说 夏欣现在已经是 有男朋友的人了 你不要有事没事 给他打电话 你这样会破坏 我们之间的感情 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他 就把电话挂了 哪有那样子打电话的 就超乎那种 普通的男性朋友的 那种感觉了 希望我身边除了你 就不要有其他的 一心朋友了 我这都是关心你 你关心我 你竟是给我买一些 老女人穿的衣服 一点都不符合我 当时的年龄 难道那没有花钱吗 我为了谁 这下钱根本没有关系 你知道我根本都不在乎 我给你打造的都是 很端庄的 很大气的 像一个贵妇的感觉 什么什么性感的 前卫的 时髦的 我就看不过去 因为我骨子里是一个 很保守很传统的男人 我觉得我的女人 就得像模像样 正儿八经地像个女人 能上得了台面 放了一个词出来 我的女人 她不断管我的服装 而且连工作也要管 我觉得你真的是好心 当成驴肝肺 她白天在服装店 做服装销售员 晚上又去酒吧监制 做酒吧服务员 干了工作 接触的人很杂 我是怎么认识你的 你是被骚扰 我10年的时候 刚刚大学毕业 去了深圳 其实刚开始去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 晚上的时候 也在酒吧里面 做服务员 当时有几个客人 可能喝得有点多 其实我当时心里 还觉得很害怕 因为本来那几个男生 力气有很大 就硬拉着我 要跟他们一起喝酒 当时我也在那个酒吧 里面喝酒 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 我就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忍不可忍 我就冲上前去 几下巴的几个男人 给收拾了 从那以后 我没事 我就喜欢到他的酒吧 去喝酒 一来二往 我们两个就 渐渐地就产生了好感 我们就开始恋爱了 我在一家公司 给他找到一个 文员的工作 那根本就是个闲职 当时就玩无法 很舒服的 很多人想干 还没得机会了 我告诉你 他背着我不但没有去 他悄悄地跑掉了 酒吧都不干 我那天跑到酒吧去 等到一晚上 他都没有出现 打他电话 一直都没人接 最后他给我回过来了 我说你干嘛呢 怎么不接我电话 班也不上 你搞什么玩意儿 嗯 他说我在培训呢 我打得经营没听见 我说你赔什么训 他说我现在在一家 化妆品公司做销售 我做销售很好啊 我能学习到很多经验啊 你有没有去跟我说 你要去做化妆品销售呢 干嘛非要跟你说呢 我是他男人了 他肯定得跟我商量啊 对不对 他就是态度了我觉得 我就喜欢他小女人一点 什么事都听我的 依我的 我觉得很舒服啊 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完全都是他自己在那觉得 他希望我做什么 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意愿去做 这样被强迫的生活 持续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一年多 其实我对他应该说还是挺好的 你好意思说 你说你说 你说我不说了 行 我跟他在一起快一年了 他从来都没有说 带我主动去认识他的朋友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不带我认识你的朋友呢 我是你的女朋友啊 他就说 因为都是生意上的一些朋友 也没有必要 每一次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要么他就在忙 我说你在忙什么 他说我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 因为一开始 我跟他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我就跟他越发山脏了的 我说我这个人呢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 同时我说我的工作也比较忙 很多时候我说 你就不要主动地给我打电话 如果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主动地给你打电话 这是你当初自己同意 不是我强迫你的 对不对 是 你好不容易 带我去见你的朋友了 当时你怎么跟你朋友介绍我的 这个是夏兴 我妹妹 认识一下 当时我心里有多难受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过 我想一下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女朋友 我害怕他们很惊讶 他们就会说 我这个人不地道不仗义 你有女朋友这么长时间 居然不告诉我们 你早就该请我们喝酒了 搞什么玩意儿是不是 问题是这样的介绍的方式 你有没有此前跟夏兴做个沟通 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满口谎话 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其实我平时不太能喝酒的 我当时心情很不好 所以我喝了一些酒 当时觉得头有点晕 他坐在我旁边 我就想靠一下他 结果他倒好 马上就散过去了 害我就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当场就跌倒在地上了 我真的是觉得好优点啊 哪有妹妹靠哥哥的靠啊 主持人你太懂我了 我觉得真的是 兄妹你肯定就表现得 那个很正面的 你像亲情一样你不能表现得很暧昧 对不对 让旁人一眼外行都能看得出来 我靠一下就很暧昧嘛 他当时活多了 我当时倒在地上 你也没说让扶我一下呀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一个女神摔在地上 爬起来了 爬起来了 一样就跑出去了 我就拉他我就跟他说 哎呀我说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 要顾全大局嘛 我这么多兄弟对不对 你要给我面子嘛 你要给我撑起对不对 那个时候油烟不进 说啥也听不懂 我看他既然到会儿算了 我就要拿那个迪士 我跟初说拿拿那个送回去 你当时都没有说送我回去呢 可不是吗 那天是我做东啊 肯定太仗义了嘛 就也没想那么多 他满口谎话 你口口声声说你在乎我 12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的 第一个情人节 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忙 我说那我就自己 我一个人过也可以 因为我有先天的哮喘病 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 身体有点不舒服 当时就觉得胸很闷 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现在有点不太舒服 他接了电话马上就说 他说我现在有点忙 我待会儿给你回过来 然后马上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两分钟之后 我再给他打过去 他手机就关机了 当时我真的特别特别地严重 如果不是我室友发现的话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那话已经需要吸氧了 已经很严重 但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像是好了一点 我就又想起给他打个电话 但是一整个晚上 他手机都是关机的 刚好那天公司要加班 结果那天事情都要 手机用的频率太高了 结果手机就关机了 关机 你当然会关机 因为当时你跟你老婆在一起 他结婚都十多年了 但是他一直瞒着我 你怎么知道当晚 他是跟老婆在一块儿过呢 后来有一次他自己喝醉酒 自己讲出来的 我是四川农村出来的 家庭出生还是比较贫寒嘛 到深圳以后我也吃了不少苦 也四处碰壁 后来就碰见了我的前妻吧 他觉得我这个人蛮有能力的 后来他就主动地跟我接近嘛 他也知道我的工作不好嘛 后来他就把我调到那个他的公司去了 其实我遇见夏新的时候 我跟他的那个感情呢 已经出现危机了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人 事业做得很成功 我在他面前总感觉到有点自卑 他叫我向东我都不敢向西 就过这样日子 你有小孩吗 有 当时都有好几岁了嘛 后来遇见夏新以后 反而我在他面前 我就把我的那个男人的那个尊严 和地位我找回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把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到此你才跟夏新解释说 你已经有老婆 那同时上一次跟朋友一起聚会 你说介绍这是我妹妹 是不是那帮朋友都知道 你有老婆 你有家事 所以你才把夏新伪装成你的妹妹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告诉我 如果那天不是他自己喝多了的话 我可能一直都会蒙在鼓里 你自己没有觉得有可疑的一些问题吗 其实我还是有想过 但是后来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带我到他家里去 当时我看到确实是他一个人在住 因为我跟前妻感情不是不好吗 后来我们就分居了 你前妻知道当时你跟夏新在交往吗 他当时不知道夏新的 你这些你根本都是有预模地在欺骗我 因为我害怕我一告诉他 他马上就离开我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所以说那天我酒喝醉了过后 好像酒喝醉的人胆子就更大一些了 我就原原本本地 把那件事告诉他了 那结果夏新什么反应 就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 就成了一个社会上 人人唾弃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我恨他 所以我当时就想 我跟他是肯定不可能的 后来他出差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就搬走了 到后来我才发现 我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傻瓜 在跟夏新 还没有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其实我的前妻就已经背叛了我 我们很快就协议离婚了 他觉得他有错在先嘛 他给我了一笔不小的经济赔偿 算是补偿吧 我紧接着我就把我的工作辞掉了 离开了他的公司 回到我的老家南冲 当时我就想千方百计地找到他 通过我这个四川这边的一些同学 或者朋友的一些关系嘛 终于把他找到了 他看着我他几乎都傻了 我说我今天终于把你找到了 我再也不可能让你从我的手上溜走 吉拿归岸的感觉 他就还是 他来了之后连续很多天 每一天都来 我本来都不想再见到你 你凭什么又要闯进我的生活吗 接下来需要请四位嘉宾 来帮助我们解决 减压面前面 陈浩你真的不要太玷污了爱这个词 我喜欢他可以吗 你可以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你喜欢他不够资格 爱是要在有资格的时候 去给予对方 彼此之间一定要坦诚 彼此之间一定要重视 或者尊重对方 你最开始的确 英雄救美的举动很有尊严 但是我觉得后来 你所有做的行为 通通的都是 你自己为自己的私欲着想 我特别支持下心的是 他应该过他自己的生活 因为作为一个女人 应该有尊严地在这个社会上 找到自己所爱的人 而不是被一个无耻的男人 所遭见了 所以好好对你收工 您说出了无耻这两个字 可见有多无耻 对 他从来不说这两字 我觉得他最无耻在哪儿 你明明知道一个女孩 孤身在深圳 无依无靠的 但凡一个男人对她好一点 姑娘肯定会头快送抱 你还是送别人回家 然后做得很高尚一样 最后说我们两个终于相爱了 我特别讨厌这句话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相爱过吗 我跟夏欣有没有相爱过 我觉得夏欣最有发言权 那是以前的事情了 最起码爱过 不 夏欣你必须要逻辑性地 明白一件事情 在对方朝你隐瞒了 重大事实的情况下 你对对方所有的爱是虚妄的 我相信你的感情是真的 但你的感情建立在 对方长达两年时间 对你的隐瞒之上 我能不能做一些技术性解读 技术性解读一 大叔在确定小女孩 爱上自己之前 是不会告诉她我已婚的 所以一定要在两年左右的时间 当他确定小姑娘 爱上自己了之后 找一个动情时刻 有时候接触点酒精 痛定思痛地说出 我其实有老婆 谢谢 这是技术性解读一 然后接下来就看这个小女孩 是感性还是坚强 感性的女孩 就会掉入大叔的圈套 理性的女孩 会坚定地离开这个大叔 技术性解读二 再把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摆在这个女孩面前之后 而且是突然摆在 这个女孩面前之后 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 技术性冷处理 为什么 这个女孩这个时候 她或者是情绪失控的 或者是六神无主的 在这个时候 与其是我去消化她这个情绪 不如让她自己消化这个情绪 她自己做出的抉择 责任在她自己 我规劝她 这个道德责任就在我了 对 我当时爱的是一个单身的称号 我不知道你有家庭 我现在是单身了 你可以重新再爱我了 你要单身我就给你单身了 是 我曾经是欺骗了你 我那是善意的谎言 我现在给你道歉 首先啊 如果你爱你的前妻 是诚恳的是忠诚的 不会有下星出现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爱下星 哪怕这个爱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 我们为了下星离婚 再去跟下星名正言顺的在一起 对吧 也算你爱下星 您可不是为了下星离婚的 您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您等了半年 我终于抓到了 我的前妻背叛我的证据 然后我去跟她谈 我们离婚吧 是您前妻不要您了好吗 所以上回咱也没爱过人家 起码没正儿八经的爱过人家 咱就别谈让我再爱你一次了 那么欣欣我问你 你回来成都这边也 差不多快两年了吧 你有男朋友吗 回答我 我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就对了 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你没有男朋友就说明你的心里 自始至终一直是装着我的 容不下第二个男人 我没有男朋友并不代表 我心里就装着你 因为你的骨子 你的感情是很专一的 我没有男朋友 是因为我对感情 是一个慎重的人 所以你就不要让他 你自欺心人 我不会随随便便地去 跟别人交往 你就重新地来审视或面对我 好不好 用时间来证明考验我 好不好 他是想用这个时间 赶紧把你忘清楚 忘干净了 长得还可以吧 对不对 学历也有那么高 也有能力也独立 他难道耍不到男朋友 后面追他的男人 有很多女孩不谈恋爱 就是因为被你们 这种男人所害了 他不敢再相信男人 老陈 你比我年长三岁 按道理来说 我将应该叫你一声大哥 你刚才在跟他 说这番话的时候 有学历 有长相 对于他的男人那么多 他为什么不找 因为他心里装着你 即便你所说的是真实的 你说话的语气 你的语气不应该是这样的语气 你应该是愧疚 因为他心里一直有着你 你心里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你的语气居然是 你看我耽误了你两年 有那么多人追你 你都没找 你看你心里装着我 你耽误了他两年 你还用这样的语气说出来 你说你英雄救美 一开始干的是个爷们的事 你后来干的没有一件事 男人该干的事 最开始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的前妻收留了你 你口口声声说你感恩前妻 不愿意离开他身边 但是你却逼腿 你哪来的感激 你这叫不忠诚 有了前妻有了孩子 到外面来欺骗小女孩 这叫虚伪 我真不知道你在接受 你前妻的那些 所谓的一笔赔偿的时候 你好意思接受 虽然说他也已经背叛了你 但是这不能改变 你背叛你前妻的事 你分析一下你刚才我跟你所说的 选择你的前妻 然后背叛 然后再接受你前妻的 所有的补偿 然后回来找他 你分析一下你的这个生活轨迹 说明一个问题 你是个极其自私的人 你把你自己和你的前途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几乎敢断定 你这种人 即便跟他结了婚姻 将来为了你的所谓的前途和报复 你依然会置自己的感情于不顾 找到这来 我就敢把我的事情说出来 我就敢大声说出来 我就敢爱 说我是骗子也罢 谎言也罢 欺骗也罢 没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你敢爱啊 你要跟你前妻离婚 我要离婚 我要跟他下心再继 你都不敢说啊 这会儿说我敢爱了 我那个时候想过 不是没有想过 那为什么不说呢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敢爱呢 他是我对我前妻 是存在更多的感激 你感激前妻 你还是有背叛呢 其实我当时也想给他一个名犯 你可以等跟前妻离了婚 你再跟他决定关系啊 你为什么忍不住呢 如果那个时候 你跟你前妻说清楚 我们俩之间没有爱 我当初是因为前途和报复 我选择了你 现在我可以一无所有的 我离开 我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孩 我要大大方方地 给他一个名分 我们离婚吧 我说你是个爷们 你有这样做吗 你这会儿 哎呀 大意凛然地说 我敢爱 我敢爱我就敢爱 怎么样怎么样 你当初干嘛去了 我在某方面 能够理解陈昊 陈昊用了四十年做了三件事 结了个婚 离了 失败 做了份事业 结果那高管显然被开除了 失败 曾经去勾搭了一个女孩 咱不能说爱 这个女孩走了 失败 前四十年 咱就干了三件事 三件事都失败 陈昊我能理解你 为什么每天赖在夏兴的店里 想让她重新燃起对你的感情 因为这三件事里还能补救 还能让你觉得前四十年没白过的 可能就这一件事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是要夏兴 牺牲她的自尊来配合的 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 她没必要用自己的青春棉花 为你前四十年没白活负责任 老弟 我跟你说句真心话 都是男人 当一个女孩已经斩钉截铁在你面前 告诉你对不起 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的时候 但凡是个男人 都应该为自己的尊严而活着 这个尊严就是 好的 你生活幸福好了 祝你幸福 我走 这是其一 其二 我觉得夏兴 不要对所有人 尤其是你不了解的人 尤其是你已经了解的 不再信任的人 如此敞开胸飞 而毫无保留 夏兴可以去密室里了吗 老陈 请登上大声台 大声说出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苦了伤伴 感谢你让我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心性 我亲爱的心性 我想最后的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我知道我之前欺骗了你 也伤害了你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情 没有欺骗你 那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 我也这个年纪了 爱一个真正喜欢的女人 也不容易 我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再好好的爱你一次 我希望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能看到我确实是一份 诚挚的心 大家都给我支持吧 谢谢你们 谢谢了 陈昊 我承认我以前是爱过你 但是那都已经过去了 我也承认这两年 我是偶尔有想起过你 但是这次你突然又出现在我面前 我真的不想再受你第二次骗 我真的不敢再相信你 真的 接下来大家如果希望 夏兴和陈昊走遭一起 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件 如果你们觉得不适合在一起 请在表决器上按反对件 请按键 这是大声说出来开办以来 无数次极端个案当中 都没有出现过的极端数值 这是他们的意思 请为陈昊升起选择注 好 请选择 请不吝点赞成件 请不吝点赞成件 再见 再见 我想提醒所有像夏兴一样的女孩 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对方的面目 不要因为爱就蒙蔽了双眼 如果一个人在朋友面前 都不敢以承认你是他的恋人的话 那这个男人就有鬼 明珠出于剑棒 美玉出于丑仆 很多很美丽的事物和很丑的事物 往往是相连在一块 比如说英雄和无赖 所以说任何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奇葩式的爱情 在行程之初总是不知不觉 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一定是通向天堂的 到最后才发现是通向地狱 夏兴之所以会陷入到今天的这个境地 其实他自我在沉醉 他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揭穿谎言 但是他不想 他也不敢 爱可以爱得轰轰烈烈 可以爱得翻翻腾腾 但是切记 基本的是非观 基本的美丑 这是行为的底线 陈浩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今天到这个节目现场来 我就想跟你强调一次 这是最后一次我跟你说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我也希望你能够放下 我也祝福你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